大家好 我是阿信助教 今天我要来解析一下红外线遥控器的讯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个家里的遥控器 到底是送了怎样的讯号才能够控制电视音响 而且遥控器这么多 为什么只有对应的那台电视机可以收到 其他的电器就收不到 今天我们就来把遥控器拆开 然后把这个讯号线跳出来 用逻辑分析仪 或者说称为LA 来看一下实际的讯号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原因 要拆这个遥控器 最好就是用这种金属撬片 因为遥控器通常 这个上下盖都是用卡榫 所以 用这个金属撬片 会比较好撬 这个要 要去找他的缝在哪边 要找找看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卡榫 卡榫撬开的时候都会有爆一声 这边撬开 来来来 应该可以了吧 开了开了开了 我现在已经把外壳都拆开来了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按钮的矩阵 然后这个是红外线LED的接点 这边是阳极 阳极呢 就会接到电池的正极 那这边阴极呢 就会这样绕 过来 接到 这边有一个电晶体 那这个电晶体 按照经验99%是 NPN的电晶体 而且是接成反向阻态 所以这边是C 这边是B 然后 这个是E 那E的话就会接电池的负极 有没有 这边是电池的负极 好 这边是 遥控器的心脏 MCU 那MCU呢 就透过电晶体来驱动LED 好那我们来看线 我选这边啦 因为这里呢 比较靠近电池的负极 而且刚好这里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 好啦 就这样 我现在已经把外壳都盖回去了 那线就从电池盒这边拉出来 那上面按钮的部分 就稍微盖一下就好了 我没有盖得很紧 那我们就来接 逻辑分析仪吧 逻辑分析仪用的是 USB 它这个 ZeroPlus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简的逻辑分析仪啦 那虽然说精简它也有八十几种的Protocol ,所以很够用了 那其中一种就是 用来看这个遥控器的啦 来 那你看它这边有 它这边是 一个Port但是有八个Channel A10到A7 那我现在用的是A3 因为A3是黄色的 等一下在荧幕上会比较明显 好那接着我们把PC端的层次呢把它打开 这个就是它的界面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设定了 先来设定取样率 我们的 IR一般常用的通讯频率 是36K 38K Hertz 那我习惯取样率呢要接近10倍 这样眼睛看起来比较爽 所以我们就把它 抓一个 10倍大概就 400K 400K 那 Memory长度呢我习惯就是直接给它最大 那再来 这个罗级的高低准位它的分界电压要怎么设定呢 因为电晶体的B级 在导通的时候它的顺向电压是 大概0.7伏特 因为我们这个电路它前面还有一个偏压电阻220欧姆 所以它会贡献一点电位差 那我就假设它是0.5伏特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刚才跳线位置上的电压 总共加起来就会是1.2伏特 那这样子的话 高低分界就是取一个中间值 也就是0.6伏特 那我们这边就写 0.6 0.6 好 那这个是拆的啦到时候如果不对的话 譬如说你抓不到波形你就慢慢的往上调或往下调 就拆一下 那我们就 好OK 再来就是设定触发条件 我要让它在MCU点灯的时候开始截取波形 也就是说我们跳线的电压从漏到嗨的瞬间 就要开始截取波形 所以我们这边 在A3的地方 我们刚才接线是在A3 我们在A3的地方要设定为 上缘 从漏到嗨的时候上缘触发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设定完毕了 那我们接着呢就要来抓波形了 我们按下PLAY键 它这边LA呢就会开始等待触发 接着呢我就把遥控器的PLAY键呢把它按下去 来按下去 有没有 画面上就出现波形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黄色这个轨迹呢 就是我们遥控器送出去的讯号 看起来很像方波对不对 HIGH呢 就表示LED亮 那LOW就是表示LED暗 所以你就知道遥控器呢它要不断的亮暗才能够做遥控 那亮暗一次的周期是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 时间把它加起来呢是27.5microsecond 换算成频率就是36kHz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载波频率 那至于这些载波 你看 至于说这些载波要什么时候出现 然后要持续多久 这个 就要靠规格了 因为 那个控制电视 或是电器 就是要靠这些 规格 才能够对应到 我这一台呢是 菲利普的遥控器 所以呢它应该是会遵循 RC6的规范 因为 RC6就是菲利普自家的Protocol 那基本上呢它的波形应该要像这个样子 开头呢是固定的 这边有连续的载波 那连同空白呢要有3.5ms 那之后呢就是数位的资料 这个样子呢是0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是1 那组合起来呢就会有后面的这些位置啊 Adress跟Data 那比较特殊的是中间这边有一个叫做Toggle的东西 你只要每一次按钮呢 它都会在这两个状态之间 轮流的切换 那你想也知道啦 这个东西你如果要用人脑来解码的话 真的是太麻烦了 所以逻辑分析仪就可以帮你解码 我来做一次给大家看 Protocol Decoder呢 我们把它导入这个 菲利普的RC6 来我们把它选进来 我们的讯号在A3 然后我们是Transmit Next 然后其他讯号都保留 有没有你看 我们刚才的这个3.5ms A2.5ms是不是就在这个Leader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这里呢有一根 Start的讯号 后面呢就是Mode 刚才我们讲Toggle在这个地方 会换来换去的 然后呢这里有Adress Adress后面呢有Command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按钮按下去它其实是会送出 模式还有位置线 还有指令的 当然啦这个指令对应是 声音大小还是频道切换 这个要看每家的 规定啦 那但是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说 遥控器的一个按钮按下去 其实 它 里面的资讯还 蛮多的啦 所以这个逻辑分析仪呢 可以帮你做解码是不是太方便了 如果你想要学习逻辑分析仪 其实不用像我这样去拆遥控器来当讯号员 这样子真的太麻烦了 这一台入门型的逻辑分析仪 它本身有一个套装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套装 那 它里面除了有逻辑分析之外呢 还有 含一个 Arduino的开发板 那另外有一些配件 那因为这个开发板它本身就可以产生很多 控制讯号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 逻辑分析来观察 那这样是不是就学起来就比较方便 例如我现在想要看i2c通讯的时候 它的波形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Arduino的开发板 再配上它的LED模组 凑成一个小系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逻辑分析仪来观察它的 i2c的讯号 那这个i2c的讯号呢 它一路这样走过来 到了LED模组之后 它有把 i2c 这两个 把它另外呢 再拉出来 所以我们逻辑分析仪就可以借来这边 很方便 那我就直接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这个线我都已经接好了 那接线的方式 我是参考 不是参考啦 我就是直接照抄它的说明书里面的接法 那它原本是希望我们还要再接按钮 但是我只想要观察i2c的讯号 所以我就只有接右边这两个 左边这边呢 我就完全不接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还能够透过它的程式来点灯吗 其实还真的不行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还要来改范例程式 好我们打开范例程式 这个是Arduino在PC端的开发环境 你可以在里面写程式 或者是烧录程式 到Arduino里面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程式是 ZeroPlus 它 所提供的范例程式 那我们稍微浏览一下程式呢 你就可以 知道说 它这个 LED模组是怎么控制的 那你看 它这里有设定中段 因为呢 我们 要利用中段才可以知道按钮 有没有被按下去 那有按下去的话呢 它会触发 中段向量的函式 那这边呢 它会顺带的设定一些奇标 也就是 设定某些变数啦 那这些变数呢 到了 回圈 这个回圈就会利用这些变数 它去读取这些变数来判断 是不是按钮被按下去了 那如果有按它就可以做点灯的动作 那这边的点灯呢 是 写在这里 这个 Wire 用这个Wire的物件来做点灯的动作 那所以你看喔 它在点灯之前呢 都会有一些 判断 奇标是不是有被设定 所以到时候如果我们要bypass掉 按钮的话呢 我就是要去强制在它判断之前 就把这些变数呢直接设成我们要的样子 这样就可以bypass掉按钮的这个行为 那所以我们就来设定咯 我们等于是要来骗这个Arduino啦 Send button等于1嘛 这样它才会开始传输 然后再来是 Rewrite 我不要read我只要write 我只要这个write 所以我的Rewrite 这样 那照理说这样子应该 就可以点灯了 那至于说要写什么资料呢 这个Data 来你看喔 它这个范例程式 它这个范例程式 灯的颜色只有写两个 Green跟Red 那其实还有Blue啦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加 这颗灯是控制绿色 中间倒数第二个是控制 红色 那我猜啦 倒数第三个应该就是蓝色 那我们如果把 RGB全部都一起点开的话呢 应该就会是白色 对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把Data 等于0b0 这个b b的意思就是binary啦 二进位 来 好 那我们接着呢 就要来 把线接上去 看看它会不会亮白色的灯 传送 upload 它会先compiler再上传 好上传完了 结果呢 灯有没有亮 没亮 没亮怎么办呢 来我们就要用逻辑分析仪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没亮 加上 i2c 这里 i2c 好 下一步咯 好我们来 抓讯号 A0A1 我刚刚把先把刚才A3取消掉 只要有变化就可以了 来 抓讯号 这讯号看起来怪怪的因为 该不会是这个吧 Trigger Level要2.5啦 刚才这是IR遥控器的 来再做一次 有了 果然就是Trigger Level的问题 我把它换成16进位 你看它送出去的位置是20 Adress是20 那我们的板子上是不是20呢 各位你看 它这一颗IC 最后面旁边这两根脚呢 它是I2c的Adress A0跟A1 那你看 它这边刚好有一个开关 对不对 这一颗开关 目前是搬在上面的 你如果要搬在下面 它才会是 拉成 低准位 也就是0啦 所以它目前这一颗IC 它设定的位置 不是0x20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搬下来 它应该就会 哎呦 亮了 对 所以你看 我们把 Adress的线呢 要设定成跟程式要一样 要同步 这样子呢 我们的I2c才能够完整控制到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程式呢 我们再抓一次 你看它这边 Adress它刚才都没有ack ack就是回应啦 我如果现在 汇亮的话表示程式是有 这个 LED模组它是有回应的 我们来抓一次 你看 你看 有回应的话 位置一样是20 然后它 硬体上位置也是相符的 所以它有回应有ack 然后呢 我们的资料是送00嘛 那最后一笔资料 也会有ack 它就只有一笔啦 所以也是最后一笔 然后最后就stop 那这个就是一个 I2c观察的过程 那顺便也 让大家体验一下 怎么去做 debug 如果你在工作上有需要 或者是说你也想要进入Maker的世界 都可以考虑这一组 邏輯分析仪跟Arduino的 学习套件 那 不管是送礼 还是你要自己用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想今天就为各位分享到这边 别忘了要记得订阅 SROOPi电子实验室哦 拜拜